上级说到五代夫妻见钱眼泪碰瓷50万, 结果被叔叔当场带走。 与此同时派出所内, 小白清晰地感觉到, 口袋里手机的嗡嗡震动, 不用想肯定是300万到账了, 这300万能干点什么呢? 约妹子吃吃饭喝喝奶茶, 除此之外说不定还能喝笋油去一次按摩店, 放松放松, 当然必须得是正规的, 这时叔叔开口道, 法律不会错怪一个好人,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, 之前的视频我都看了, 事情的经过也都了解, 做个笔录, 走走流程你差不多就可以走了。 而在小白身后, 有一大群正义知识正在赶来, 他们骑着脚踏车, 小电驴全部赶到, 共同作证, 显得无奈夫妻, 派出所审讯室内, 大爷大妈均坐在为两人量身定做的小靠椅上。 请你们二位, 把自己的犯罪经过说一说吧。 我们什么时候犯法的? 大妈一脸茫然, 随即一脸无辜的说道, 苍天啊, 大弟啊, 可不能冤枉我们啊。 两人旁边, 正在电脑前坐着笔录的叔叔皱了皱眉, 直接说道, 先是砸了人家的手机, 然后在人家那里敲诈五十万, 是不是你们干的? 别乱说啊, 我什么时候砸他手机了? 大妈听言, 立刻精神起来, 扯着大嗓门说道, 这五十万, 是他砸了我们老两口给的赔偿,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, 我们老两口的年纪加起来都一百多岁了, 会去扩他吗? 他的态度嚣张无比, 只要自己一口咬定是小白打了自己, 没有证据证明, 叔叔也不能对自己怎么样。 你参加工作时间应该也不软了, 怎么就能相信那小哥的空口白话? 说着竟然自以为是的谴责, 起了叔叔同志, 像这种不懂得尊敬老年人的社会人渣, 你们警察同志一定要明辨是非啊, 要我说, 他就是见不得我们老年人晚年生活幸福, 故意不让我们跳舞, 明明他自己没拿门手机就算了, 还非得怪我这个老太婆摔了他的手机。 王大妈的大嗓门像机关相似的, 打出, 朕的鼠耳朵嗡嗡作响, 可说的全部都是为自己开脱的话, 看着王大妈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, 叔叔也是十分无奈的摇了摇头, 进了派出所还是这样撒坡打滚, 于是乎坐着笔录的叔叔, 掏出了二狗的手机, 起身走到他前面开始播放视频, 正是他摔小白手机的全过程, 这个手机里的视频, 很是清晰, 完完全全的拍到了他的小动作, 再到视频播放完毕之后, 叔叔神情严肃的看着他, 正气凛然的说道, 你看清楚了, 这个人是你吧? 那又怎么样, 我陪给他就是了。 大妈丝毫不光, 语气强硬的开口, 如今自己手里握着五十万巨款, 买个破手机还不跟完似的, 这么说你承认是你干的了? 就算是吧。 行。 见到他如此回答, 叔叔摇头叹息道, 眼前这大妈是典型的又蠢又坏, 还是个法盲, 突然他想起了网上那句话, 不是老人变坏了, 而是坏人变老了, 有这种人存在能搞臭整整一个群体, 呈现在别人眼里的印象, 紧接着, 叔叔又拿出了第二个手机, 大爷眼神一瞥, 神情有些不自然, 因为这正是他的手机。 这五十万, 是打击你的账户的吧? 对啊, 这是那小子给我的赔偿金, 大爷中气十足, 立刻回应道, 而且那小子有钱得很, 我只是找他赔偿五十万而已, 都算是便宜他了。 按照你的说法, 人家有钱就该赔你钱。 没错, 叔叔闻言, 差点没被气笑, 不过没关系, 只要他承认了就好, 大爷底气很毒, 率性开口。 他打了我, 该赔。 叔叔再次摇头, 拿出来刚才那个手机, 播放起另一个视频, 只见视频里, 他故意蹭上小白, 然后倒地。 还有什么好说的吗? 警察平淡道, 王大妈瞧见此景, 双眼慢慢瞪大, 随即如杀猪般嘶吼的哭声传来。 你也来欺负我们, 我不活了。 派出所大厅, 一群男生乌羊乌羊的挤在这里, 对所有的警察解释事情的经过, 就连打扫的阿姨也要被他们拉着诉说一番, 生怕小白有事含冤, 而小白这边也做完了笔录, 好的。 没问题了, 你可以走了, 不要因为犯罪嫌疑人是老人, 就有心理负担。 心想放心吧, 再来识个这样, 坏老人小白也不会有心理负担。 大厅内, 白哥, 你的英雄事迹已经传遍互联网了, 你火了你知道吗? 是啊, 是啊, 你火了。 我会不是在你身边的身边, 就会不着那你有不着, 因为我让你身边的身边, 感谢观看